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小节 主要介绍18世纪在物料科学和生命科学上的成就 在物料科学方面 18世纪在理论上的突破可能并不多 18世纪似乎仍然在消化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带来的影响 不过按照一些物理学史家的总结 以下几点可能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是分析力学的进展 其中欧拉在1736年更加精确的表述了牛顿第二定律 用了微积分 伯努利则是在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创立了流体力学 达朗贝尔1743年给出了达朗贝尔原理 墨培都在1744年给出了最小作用原理 而最具综合性的成就是拉格朗日在1788年发表的分析力学 他给出了拉格朗日方程 为很多更复杂的力学系统提供了研究工具 但总的来说 分析力学的发展其实是牛顿工作的细化 分析力学上的成就是偏数学的 与此同时 物理学在实验观察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 牛顿在1704年出版了自己的另外一本著作《光学》 里边就包含大量在实验方面的观察结果 除了光学之外 当时的自然哲学家在电现象 磁现象和热现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不过 这些现象都要等到19世纪才被放进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之中 18世纪在化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物理学更加耀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拉瓦西的化学理论革命 当然 这不是说拉瓦西之前化学就是一片荒漠 它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实验性发现的 但是现在的化学史家基本都同意 拉瓦西的确提出了综合性的理论 尽管大家对具体是什么理论可能有分歧 我自己对化学史并不熟悉 所以无法教给大家具体的东西 但是在这一块 大家应该了解的是 拉瓦西研究燃烧这个现象 提出了自己的氧气说取代了燃素说 在这里边 拉瓦西在实验过程中进行了精确的定量 这一点在当时的化学研究中是新的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剑桥大学的一个顶尖化学史专家哈萨赛 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认为当时的燃素说其实并没有比氧气说更好 氧气说取得优势地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自己觉得这个观点内在的基本逻辑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由于我不熟悉化学史 所以无法判断 但这本书作为精彩的化学史研究著作推荐给大家 18世纪生命科学领域的进展最值得重视 这里边不在于生命科学有了理论上的进展 而在于与其相关的思潮对于启蒙运动的深化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接着上一讲的 在生命科学中 一种机械论式的解释开始遇到问题 在18世纪之前 机械论者希望把生命的各种特征用机械模型进行解释 不过到了18世纪 一些自称为活力论式的解释开始兴起 这里边所谓牛顿式活力论的影响不可忽视 有的科学史家甚至认为牛顿的影响非常关键 把当时的生理学叫做牛顿式生理学 当时有的生理学家确实用了牛顿的万有引力概念 解释一些生命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确实是牛顿的门徒 不过这些解释被另外一些牛顿门徒批评 这些解释被认为是没有恰当的实验证据的胡思乱想 而在另外一批牛顿门徒看来 对实验方法的推崇才是成为所谓牛顿主义者的真正的标志 当时推崇实验方法的一位生理学家有一位叫Hola Hola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生物体的应激性 他在狗和很多动物上都做了实验 用电或者化学物质刺激他们 发现生物具有各种各样的应激能力 当时在发育学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那就是渐程论逐渐取代了育成论 发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是 一个精子或卵细胞就是说生殖细胞 是如何发育成胚胎并最后成为完整个体的 在机械论中 渐程论认为 各种各样的精子或卵细胞由上帝创造 在创世之初就存在了 而且在这些精子或卵细胞中 已经有胚胎或完整个体的雏形 发育过程只是这种雏形 在合适条件下逐渐生长的过程 渐程论在17世纪有一些流行 并得到了一些观察证据的支持 比如有人观察小鸡的发育过程 并发表观察结果称在受精卵中 胚胎的雏形已经存在了 不过渐程论在18世纪遇到了挑战 渐程论者开始出现 渐程论断然否认什么胚胎雏形 在受精卵中已经存在 并要一步一步的记录和解释发育过程 这里边甚至有人想模仿 牛顿的万有引力进行解释 从现在我们21世纪的角度看 18世纪的理论中当然是 渐程论更像样一点 不过这并不代表 渐程论没有道理 当然当时的渐程论肯定是错误的 但在胚胎的发育过程中 有一样东西肯定是渐程的 那就是控制胚胎发育的各种定律 后面我们看到的康德 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渐程论者 在当时的生物学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 那就是演化思潮的出现 这种思潮和分类学 古生物学等等都有联系 我们知道林奈是生物分类学的一个鼻祖 和现在很多人讲的不一样 林奈并不是一个教条化的人 他不认为这些类或者物种之间的界限 是不可能突破的 他当时知道一些杂交种 林奈已经考虑到了生物演化的可能性 而到了18世纪后期 很多自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 都在考虑演化的可能性 其中包含很多启蒙哲人 比如说迪德罗和墨培都等等 其人数之多导致到了18世纪末 大哲学家康德和谢林 都觉得有必要考察一下演化理论的逻辑结构 不过在这些自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中 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博物学家布逢 我看过布逢研究马的著作 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演化的可能性 布逢在当时的欧洲声名卓著 出版了好几十卷的博物学 布逢就太阳系和地球的起源都进行了一番考察 通过对化石和现存生物的考察 布逢把地球的历史上推到了好几万年前 并对地球的历史进行了分歧 布逢的推断远远超过了圣经给出来的几千年 而到了18世纪末 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 每个时期地球上都有不同的种类的生物占据 这里边原因可能包括地震气候变化等等 其实当时的学者不仅认识到了自然是有历史的 并且人类也是有历史的 当时不少讨论人类起源的著作 比如康德的学生Hurder 曾经出版过《人类历史的哲学观念》 这本书把人类历史和自然史合在一起讨论 并认为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 所以在18世纪后期 生命科学中出现了明显的历史主义思潮 并且和人类学中的历史主义相互呼应 人们认识到自然生命和人类的发展 可能有不同的阶段 也许不同的阶段要遵守不同的规律 后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自己的著作《启蒙哲学》中讲 启蒙时代已经注意到了历史世界的存在 出现了历史世界 几乎意味着历史哲学的出现 不同的历史阶段要遵守不同的规律 那么是不是这些所有的规律都可以合起来 指向一个更大的规律呢 这就是康德和后来的黑格尔 要考虑的历史哲学的任务 好了本小节的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再见